死亡阴影之谷 上 作者哭尘雄 译者月远坤 朗读者盛焕 1936年12月1日 K村 将近三年半之后 当我再度来到这座村庄时 它已完全被大雪覆盖 听说雪已经下了大约一周 直到今天早晨才算停下来 请来为我做饭的村里的小姑娘和她弟弟 把我的行李装到小雪橇上 帮我搬到了租住的山中小屋 我将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 我跟着雪橇留下的印记走 几次差点滑倒 山谷被阴处的积雪 竟已冻得如此结实 我租的小屋 在那个村子往北一点的小山谷中 那一带很久以前就有不少外国人的别墅 我租住的小屋应该在别墅群的最边上 据说来避暑的外国人都将这个山谷称为幸福谷 但是 这个人际罕至的寄寥山谷 哪一点可以称得上幸福呢 我一路看着那些埋在大雪中 就像被人抛弃的别墅 七喘吁吁地跟在两个人后面 突然 一种与幸福谷完全相反的名字 差点脱口而出 我犹豫了一下 又改变了主意 把想到的名字说了出来 死亡阴影之谷 对 这名字更符合这个山谷的情形 至少对将要在寒冬的山谷中独自生活的我来说是这样 我想了一路 终于来到租住的那个靠边的小屋 屋顶覆盖着树皮 有个马马虎虎的阳台 周围雪地上有很多来历不明的脚印 姐姐先打开房门 走进去 打开防雨窗 她的小弟弟告诉了我那些奇怪脚印的真相 这个是兔子的 这个是松鼠的 还有那个是野鸡的 我站在几乎被鸡血掩埋的阳台上 环石四周 从这里俯视来时走过的背阴处 正好是美丽的小山谷的一部分 刚才乘着雪橇独自先回去的小弟弟的身影 在光秃秃的枯树间时隐时现 我目送着她可爱的身影最终消失在下方的枯树林中 开始环视山谷中的景色 这时 姐姐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 我走进小屋 连墙壁都贴着山树皮 天花板也很简陋 几乎什么都没有 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差 我马上跑到二楼看了看 床 椅子和各种摆设都是双人的 就像正好是为了我和你准备的 如此说来 以前我多么期望能在这样的山中小屋中 过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傍晚 那个姑娘把饭做好 我就打发她回去了 然后自己把大桌子拉到暖炉边 吃饭和写作都用这张桌子 这时 忽然发现头顶的挂栗还停留在九月份 便站起来把已经过去的月份撕掉 在今天的日子上做了个记号 接下来 时隔一年 我又打开了笔记本 十二月二日 今天 北面的某座大山好像刮起了暴风雪 昨天还清晰可见的浅渐山 今天已完全被雪云覆盖 看来山里似乎刮着狂风 下着暴雪 连位于山路的这个村子都受到影响 有时阳光明媚 雪却飘个不停 有时一大片雪云飘过山谷上方 南方连绵的群山上便能看到一块清晰的蓝天 整个山谷则一下子阴沉起来 猛地刮起暴风雪 没等人回过神来 又变得阳光普照 我从暖炉边走到窗边 稍稍看了一会儿山谷中不断变换的风景 再回到暖炉旁 或许由于这个原因 我一整天都没有平静下来 中午 背着小包袱的村里姑娘只穿着棉布袜 冒雪来到了小屋 她的手上和脸上的皮肤都有些村裂 看起来很老实 而且不爱说话 这一点颇合我的心意 我又像昨天一样 带她准备好晚饭 便马上让她回去了 而后 就像一天已经结束了 我围着暖炉 茫然地看着木柴 在自然吹来的风的山洞下 噼噼啪啪燃烧 到了晚上 我独自吃完冰冷的饭 心情也多少平静下来 大雪没造成什么危害就停了 但又开始刮风 火苗发出的声音逐渐小下去 变得断断续续 偶尔能清楚地听到山谷外的风 刮过枯木林的呼啸 过了大概有一小时 始终无法适应的炉火 烤得我有些头晕 想出去透透气 我在漆黑的户外走了一会儿 脸开始发冷 准备回小屋 这时 借着屋里露出的灯光 才发现细雪依然在不停地下 我走进小屋 再次回到火炉边 烘干被细雪打湿的身体 但这样待在火炉边 不知不觉又发起呆来 忘了自己正在烤火 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那是去年这个时候 在我们所在的大山里的疗养院 也是像今晚这样一个飘雪的夜晚 我一次又一次走到门口 焦急地等待你父亲到来 是我发电报叫他赶来的 将近午夜时分 父亲终于到了 但是 你只是看了父亲一眼 嘴角努力地浮现出一丝 让人难以觉察的微笑 父亲也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端详你憔悴不堪的脸 偶尔转过头 一脸担心地看着我 我装作没看到 只是不自觉地朝你那边看 过了一会儿 忽然感觉你想对我说什么 便走到你身边 你用几乎让人听不到的细微声音 对我说 你的头发上沾着雪 现在我独自一人蹲在火炉旁 在脑海中忽然浮现的 这段回忆的诱导下 无意识地把手伸向头发 这才发现 头发上的血还没完全融化 冰凉冰凉的 我之前竟没有察觉 十二月五日 这几天天气格外好 早晨阳光洒满整个阳台 没有风 很温暖 今天早晨 我甚至把小桌和椅子 搬到了阳台上 面朝白雪覆盖的山谷 吃起了早饭 我正想着独自待在这样的环境中 有些可惜 吃着早餐 一抬头 看到干枯的灌木丛底下 不知何时飞来了野鸡 还是两只 它们正跳来跳去寻觅食物 你瞧 有野鸡啊 我想象着你就在小屋里 小声地自言自语 屏住呼吸盯着那两只野鸡 我甚至担心 你不小心走动起来 发出声响 就在这时 不知何处的小屋屋顶上的雪掉下来 发出一声巨响 我不禁吓了一跳 呆呆看着那两只野鸡飞走 就像是从自己脚边飞走了似的 几乎是同时 我想起这种时候 你总是站在我旁边 瞪大了眼睛 看着我 一言不发 一切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么真实 下午 我第一次离开小屋 到下面大雪覆盖的小山村 转了一圈 我只见过这个村子 夏天到秋天的景致 那些被大雪覆盖的森林 道路和沉寂的小屋 虽然似曾相识 却怎么也想不起 他们以前的样子 不知什么时候 我喜欢的那条水车小路旁 甚至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 用原木建造的漂亮教堂 覆盖着白雪的尖顶下 能看见开始发黑的木板墙 越发让我对这一带感到陌生 我再度走进 我们一起走过的那座森林 不久 树上传来一声尖利的鸟鸣 我在树前方停下来 一只从未见过的羽毛带蓝色的鸟 像是受了惊 马上拍打着翅膀飞到别的树枝上 嘎嘎地叫 想对我发起挑战 我只好不情愿地 离开了那棵冷山 十二月七日 我觉得听到杜鹃在集会堂旁 那片萧条的树林里 连续叫了两声 那叫声似乎很远 又似乎很近 我抬起头四处张望 看着枯萎的草丛 或光秃秃的树干 却再也没有听到杜鹃的叫声 我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但此时 那一带的枯草 枯树和天空 已然开始在心中 变回那令人怀念的 夏天时的样子 渐渐鲜活起来 我立刻明白了一个事实 三年前的夏天 我在这个村子里所拥有的一切 如今都已经失去了 十二月十日 不知为什么 这几天我总是难以清楚地回忆起你的样子 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不时出现的孤独 有些早晨 放进暖炉里的木柴怎么也点不着 我便开始焦躁 想乱搅一番 只有在这种时候 我才会感觉你在旁边一脸担心地看着我 然后我终于平静下来 重新把木柴摆好 又或是下午 我走下山谷想去村子里散步 最近雪开始融化 道路非常泥泞 鞋底很快便沾满了泥 变得沉重 走起来非常困难 很多时候我不得不中途折返 所以快到仍旧结冰的山谷时 便不由地松了口气 但是这回 一直到自己的小屋都是上坡 得气喘吁吁往上爬 为了鼓励一下一直消沉的自己 我甚至想起模模糊糊还记得的诗句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但这样的句子 也只能让我感到空洞无力 12月12日 傍晚 我从水车道旁 那个小教堂前经过 看到一个仆人模样的人 正在专心地往雪地上洒碳灰 我走到旁边 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这个教堂冬天也开放吗 听说今年再过两三天就要关门了 仆人稍微停下洒碳灰的手 答道 去年整个冬天都一直开放 但是今年神父要去松本 这大冬天的村子里有信徒吗 我问的有点冒失 几乎没有 基本都是神父一个人在做弥撒 我们这样站着闲聊的时候 那个据说是德国人的神父从外面回来了 这回轮到我辈那个还听不太懂日语 却又愿意跟人交流的神父抓住问东问西 最后他好像是听差了我说的话 一个劲劝我 一定来参加明天的周日弥撒 我说是德国人的周日弥撒